后面都写不要说话了 我们计划就是一个是在翻译的时候 就是呈现出来的作品要通俗意懂清晰明白 另外就是尽力的想去翻出心意 当然老师刚刚说了言父的姓达雅 那么我们也想就是特别是在话语提炼的时候 能够提炼出一些词能够一方面不是特别深意 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一些思想的促进交流和传播 那么在翻译的时候我想先说一下我们话语提炼的过程 首先是我们是聚焦于翻译的几个词语 那么在词语的过程中是一个是performativity 那么这里我们是先对词语进行一个拍案就是确定 那么在performativity我们定义的翻译是竖言性 因为我们就认为他是这个学者巴特勒 他就是对于这个性别麻烦包括身体之中 他的定义操演应该是一种 不只是巴特勒也在他这个身体之中性别麻烦中 他对这种传统的性别认识 他是想要跳出这种既定的框架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那么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定义一种剧本 因为剧本是编剧写旧的可以是灵活改变的 那在剧本的不同变化下 那么巴特勒想去进行新的树言去阐释这种性别二元的 包括他提出的性别话语的界定 第二个话语我们也想说一下 就是破性别自然性之成见 斗生理及命运之霸权 那么这里呢就是想囊括一下整个翻译的内容 就是通过四字的几个短语想对账一下进行提炼 主要是受了那个吴敬天泽逝者生存的影响 那么想说一下他就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 就是性别二元认的认识 然后他是想要去揭露社会性别的人为性 并且弱化所谓的先天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巴特勒 他是挑战了固有的社会性别的一个 所界定的规则和权限 想要揭示社会性别的人为性 他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 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 而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固有偏见 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就 所以我们就认为他所追问的物质化身体的 这种话语界限 就是社会性别 他的不断建构过程 能再次基础上联想到了 一个剧本和剧场的两个元素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我刚才跟有些同学去说过 我们现在的时代 是文本死亡的时代 特别是书本死亡的时代 你看以前复旦周围多少书店 现在没书 再看另外一点 严富的书 我相信在座认真看过的人没有 我估计我看过其中的部分页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天眼论 我们也都知道物尽天则 那么我就希望下一步 你们去做翻译的人 也去多体验一下严富的做法 严富就是一个典型的思考型的翻译 我刚才说 他翻译经常有一个做法 叫做寻月吃粗还是 他用十天 用一个月 用十天去想一个术语 把它提炼出来 多亏他 我们现在有了物尽天则 适者生存 现在有了乌托邦逻辑等等 当然也失去了很多词 我专门提一下 他绝大多数 被日语取代的词 都是单字翻译 比如说刚才说 Mathematics 他译成了G Social译成了群 这些都被取代 他凡是单字 都等于是一种对等转换 所以我在这里再强调 大家是否能尝试去建立新词造词 这个首先从口号标语来讲 就制造的很有意思 性别是剧本 应该有个标点符号吧 身体是剧场 我们通过 甚至我可以说 身体是演员也可以 通过不同的剧场 不同的演员 去表现出不同的性别特点 对不对 那这个很好 这个呢 可能有朝一日 你这个术语 会先于Bugler和他的作品 更先于这些流传在中国 很可能 那么这就是一个话语提炼的好处 我顺便说一下 Judius Butler是一个 我挺崇拜的一个学者 他的理论很有前瞻性 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 当然我不是推出他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不同意他的生活方式 破性别自然性之成见 斗生理 即命运之霸权 这一句话 我喜欢在哪里 你有Judius Butler那种反抗性 那种战斗性 特别是像Judius Butler在美国 现在是2017年左右 美国出现了各种confrontation 如果你不去斗争的话 你就很难被别人听见 你就不能深索自己的权益 那么你这一句话 强烈的反映出了Judius Butler的这种战斗性 他的这种好斗性 甚至很好 你们说一下词语搭配方面有没有特点 修辞方面或者结构方面 什么特点 想要使一个是对仗整工整 另外就是一个破一个斗 然后想要去表现出那种强烈的感情感 说起来 真的要制作话语的话 我是希望它流传 流传的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朗朗上口 什么叫朗朗上口 就是要有符合中国的修辞特点 对仗 对工整 或者 symmetrical叫什么 对称 对 或者还有 Anthony 什么叫Anthony 反译词等等 然后 这个动词要对仗 名词要对仗等等 这方面做得很好 我为什么提这点 实际上 你们做得很好 我要提出来一点就是 presentation 有一点问题 我刚才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骤 planning 我们要做的是口号 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第二步是 implementation 选择的outcome 我们这是成果 你看 我们要是流行的口号 我们通过这些策略 希望能帮助它流行 那么最后一个评估 我们要做的 想做的 达到 或者没达到 对不对 这个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 后面同学 我们提高这个挑战 刚才 两位同学讲得很好 但是配合少了一点 男同学讲的时候 女同学是基本上 如果他一边讲 你一边已经整次做这个字的话 整个小组活动会活了很多 会多了很多活力在里面 OK 第二组 你呢 非常荣幸 今天有这个机会 谢谢钟博士 谢谢陶教授 我们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 这四位是我的研究生 然后他们会跟你们 汇报一下我们的成果 大家好 我们组选的是 跟刚刚第一组 是同样的一篇文章 然后在讲这篇文章之前 我先是要对一个内容 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因为可能在场 有些人还没有 读过这篇文章 就是他讲的内容 其实这个作者 他是把我们通常认为的 生物学上的性别 做了一个颠覆性的 一个变化 他认为性别 不是我们天生带来的 不是说你生下来 是男是女这样 而是通过后天的一个 后天你的环境 包括就是一个社会规范 然后通过后天习得 它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性别 所以这个理念是比较 晦涩难懂又标新立异的 然后我们根据 赖斯的文本类型 将这篇小文本 定义为信息型文本 那信息型文本的话 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说 第一个是传达出 它的那个比较 尖色难懂的理念 然后第二点是 我们体练的话语 我们体练的标语 要简单直白 然后还要朗朗上口 让人容易记住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对有些词做了 翻译做了一个改变 第一个词是discourse 好那这个词语的话 和标语就让我的 其他组员来给大家介绍 好第一个是discourse 第一个词discourse 我们就是选定了 众语这个词语 因为我们汉语里面 有重口做尖机会消股 而且从整个语天来看 就是它是说人是环境的 就是一部分产物 并不是因为就是 你先天生下来 你的生理性别是男是女 决定了你是 决定了你是男是女 而是你后天的一个行为 决定你的 你的最终的社会性别 所以我们就选择的是重语 刚开始的话 我们选择了重知 但是就是因为discourse 它本身它有语偏话语的意思 所以最后确定下来 是重语 第二个词是sex and gender sex的话它有先天的身体属性 所以我们把它给翻译成先性 gender的话 它是表示后天形成的 一种社会性别 所以我们把它给翻译成信息 第四个词是 它是它这个英文词估计 也是巴特斯比造出来的 它是performe加activity 这个词组合而成了一个新词 在网上有些版本 它是讲的是操演 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展演 因为展演的话 它是有发挥能力 或者是发挥某种属性的意思 而且它在古代的小传词行里面 它有讲过的人形 比如说它是从古代的 转转反处的那个展 所以到最后我们把它给确定为 展演这个词 好谢谢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提出来的类似于口号的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来的是一个四个字的短理 生性本意 它的意思就是身体的 就是身体上的性别和社会上的性别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叫 演而为性 性属非生 然后就是讲 性别其实它是通过一个人的表演 而决定的 然后它性别本身就是 就是不是身体上的性别 决定我们的性别 好 然后我做一些补充 就是介绍一下那个翻译方案 是怎样指导到我们的这个翻译实践当中的 首先我觉得要先了解一下作者的意图 因为这一篇文章 它是这个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 她在写这个 这本书的时候呢 她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女权主义 然后为了她的这个思想获得一个话语权 那这个就契合我们翻译这个要求 就是要做一个话语提炼 然后再结合这个意图的时候 我们又就是做了一个读者的定位 受众的定位 我们把它定位在就是非专业人士 然后对这个方面感兴趣 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因为专业人士的话 他自己会搜寻这样的那个专注 自己看 然后我们定位到非专业人士的话 我们就是把那个译文语言 就是把它弄得简单直白一点 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 然后又是为了就是 为了就是因为这个主要这一篇文 这个书的目的是为了推广宣传 它的这个思想 所以说我们在翻译上面 尽量做到话语提炼的时候 我们尽量是造的心词 就是没有用它的一些 其他的就是比喻意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尽量造这心词 就是比如说就是当受众听到 这个心词的时候能想到 就是这个作家就是做的这个一个想法 谢谢大家 先说因为我刚才提到了第一组的一些局限 我先说你们就有采取了一些反应 而且挺好 一上来呢人显得活了一点 一上来呢有人介绍 不是五个人都挤在这里 他介绍完了自己就坐下来 有时候有变化是很好 你们四个人在这里讲的时候 除了有人讲还有人在看 有人在打字也很好 下一步就要想着 怎么把一些无意的活动 比如说身体语言 变成有意识的身体表演 特别是当你们今天在讲 performativity的时候 你们的身体语言应该更加多了 我专门提这点为什么 因为留学的学生里头我看到 我觉得中国学生跟老外学生最大的区别 倒不是英语 很大的区别是身体语言 牢记一点 我们传达的信息只有15%是通过语言传达出去 80%到85%是通过其他的符号 包括身体语言传达出去 所以关注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你们挺好 还可以更好 这个我也很喜欢 实际上跟你们说众语 我觉得 我觉得心人同此心是有 因为大家受同样的教育 同样的背景 有可能你这个词可以不传下去 为什么南京农业大学 有人把discourse译成众说 挺好 众说纷纭 你这个词语 证明你们有相通的思路 也就证明 如果真的流传出去 它的潜意 有一个不好 就是众语呢 这个语太淫词 所以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说 另外一点 这个眼而为性 性很好 大家只要懂中文的 对这个理论多少有点接触的 可以明白 性数飞升也挺好 但不如眼而为性 让人家更容易理解 这涉及到一个accessibility 新词不单只要新 而且要有足够的accessibility 意思就可以容易被接受 我们看一看下一句 我们这一组呢 主要是就是从 sex and gender 和 performativity 这两个词 怎样就是用新的一种方式来去解释它 而脱离这种原来的就是性别的 什么社会性别 本身的一种自然固有的一种性别 从这两个概念当中脱离开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sex和gender 移成了是固性和流性 就是说固性呢 就是说是人生来就有的那种生理性 而流性呢 就是一种可变的 根据社会它的一些流动的准则 而生成了一种流性 也可以称作为明性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是内性和外性 就是说你本身自己的生理性别 是一种内性 而表现在外在的一些表现 perform出来的就是一种外性 在第三种呢 是生性和心性 因为生性就是说是身体 身体上是怎样的生来就是怎样 而心性就是说 中国人很讲究这种心啊 之类的这种概念 所以说心性可能就是一种 受到外来的一种社会的思想 社会的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 所影响而生成的一种概念 如果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些 都是那个词语之类的 然后前面呢 我们其实也想过一种 是用单字来翻 但是单字来翻的话 因为前面那个 周冬老师他也说过 就是这个单字 可能是会在以后被淘汰掉 被切换掉 然后本来呢 那个我们还想到 就是用好这个字来代替 因为好嘛 就是一个女一个子嘛 女子女子呢 这就是男的女 然后合在一起 就是用来代替性别这个字 但是因为后面听到说 可能就是会容易被淘汰掉 所以这个就推到比较后人去了 我突然想 可以变成女子好 变成一个新的词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关于那个 performativity这个词 我们想创造一下 它的新的翻译 那个就是把它翻译成了 那个新的社会观 因为从原文当中 它的定义是 A ritualized social constructed norm that one follows 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社会的传统 照它字面翻译来说 应该是有传统仪式般存在的 社会基本准则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把它译成一个社会观 一种存在的一种准则的 这样一种概念 没有就是说 把它的一种表现啊 表演这种意思 给翻译出来 因为我们觉得 是一种内在的思想 影响到了它外在的表现 然后第二个呢 是把它翻译成了 性别流转 因为就是这个社会 它这种标准啊准则 是在不停的变化的 是fluid 就是跟我们前面翻译 那个流性是一样的一种想法 它是在就是变化的 所以说就把它翻译成了 社会性别流转 这样子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 集中在这两个词上面 这两位同学很好的一点 他们把自己思路形成的过程 讲了出来 在我看来 什么是大学最好的教学 或者教育 你们基本上体现了其中的一半 或者甚至更多 第一 分享自己的思路 为了分享思路 那么要建设自己的思路 这两点 如果说起来 你也要做 实际上我们今天得到答案 没有太大意义 我们知道将来怎么去做翻译 包括如果你要做外宣翻译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外宣翻译 这一点 我们知道除了文本翻译外 还有什么另类的做法更有效 而且我们现在讲究的是 evidence based 我们可以说 论语 道德经翻了六十遍一百遍都没效果的话 为什么严幅提炼几个自救效果 我们能不能去尝试一下 尝试 既然是尝试 就不是定论 无论我们今天做出什么 只要有人去跟我们愿意去争辩 愿意去讨论 甚至愿意写学术文章的话 去讨论 那么这个概念 这方面的信息和理念流传的可能性 远有大约文的反应 所以这一点你们做得很好 这里头如果说 我非要挑点什么缺点的话 说性的社会观 凡是加上了等 加上什么 都是一个复杂结构 不是一个词 大于一个词 那就是无效的新词 你看 天眼论就是一个词 进化就是一个词 而不是天眼的理论 那就进化的理论 就不是一个词 就是一个短语 说到你们两个的表达 我觉得挺好 有进步 专门提到一点 你们是否改变了这个word size 在中间 男孩子是不是改过一次 你从多少改到这个 原来多少 就我就加大了一号 加大了一号 为什么不加大五号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 每次加的过程 它都会挡住它的一些字 对 我一直在想 我在等着看你们可以忍耐多久 看那个小字 看到底有谁会想到 把它给加大一点 为什么想到这一点 翻译 很重要 一定要考虑到受众 凡是讲传播 讲翻译 讲写作的人 如果你心中没有受众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专业工作者 那么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经理 你是第三组吧 第四组 第三组 你把他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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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组 还有 你们四个人 上去 你们是一个团队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开始 就是定的这个翻译计划书 就是拿到之后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想说 把那个先全部 就是整体的这个故事 就先做一个翻译 所以我们 就是定义的这个 我们本类型就是一个历史故事 或者说是一个典故 然后我们当时 假定的目标读者对象是 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年轻人 之所以这样定义是 就是也跟我们后面的翻译要求有关系 就是我们是希望把它翻得比较通俗易懂 就是说这个故事中 它出现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小朋友摇头晃脑的读书 或者是就是这样一些 可能背后有一些中国特有的一些文化影响 而造成的一些词的话 我们就不会说去特意的再加很多解释 或者去非常就是着重的翻译这些部分 就是尽量让就整个呈现出来的这个重点 是在这个故事的核心的 这个所谓中国文化的这个内容上 然后我们也有一部分 就是比如说会想要去把这些 就所谓的帖恋的信息添加进去 但是这种就是当时钟老师也说 就是主要是以句子的形式 就其实并不利于这种传播 所以然后我们后面就讨论了一下 怎么怎么就是话语提炼 我们主要提炼出了几个中心思想 其一是环境对人的影响 我们就把它 我们就用几个词造成造成一些合成词 比如说environment and impact 我们就造出一个environment impact 还有因为我们觉得梦子3000 它很多是邻居对它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范围再缩小 我们就把它的范围再缩小 我们就造出了一个neighbor fact 还有我们对梦子3000这个故事 我们也把梦子3000也造了一个词出来 叫做remanval是来自于这边的removal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明显 可能不过也算是一种常词 可能不过也算是一种常词 因为梦子3000是个历史推出 我们主要是从中提炼出一个中华文化的政治影响 所以我们开始提炼出 我先讲出一个中文的几个主题思想 一个是环境的重要性 环境对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其次是一个持之以恒 然后再就是 但持之以恒那个词我们想了很久 然后没有创造出我们新的词 然后环境 一个是考虑到 它是三次搬迁都是邻居对它影响 所以说有一个neighbor fact 然后第一个主要是环境 就是invariant part 然后持之以恒 这个是后面梦母简步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出别的 所以就从题目中就想到了一个removal 然后这个men指的就是 把mensures加到中间 去removal跟mensures的一个结合 然后就这样 谢谢 先说一下 我最爱你推出来 去哪了 已经推出来 先把刚才那一把出来 掉回来一点 能不能看见吗 我最喜欢的 大家猜猜这个来自于什么词 removal permensures 对不对 这是非常聪明的尝试 实际上造词 是用现有的元素 你用了梦的元素 用了removal的元素 谐音 做出来这个 无论最后留不留心 这证明你动了脑筋 证明你对词 lexicology 有了解 对构词法的了解 这就比我们单独的 孤立的 去学习构词法 有效的多 你在学什么 用什么 这一点非常好 这个我也喜欢 environment 加上impact 合成 environment 挺好 很好 我觉得你有这个 实际上我告诉你一点 有朝一日你去读博士论文的话 你这个博士论文不多造出来一两个字的话 你在国外人家都觉得你没有 因为语言 derida就说 拉根也说 I'm spoken by English by Chinese 你不去改造现有的语言 说明你的思想 没有什么深度化 没有深化 所以这个就做得很好 四个人合作 有待改善 无论是你们做的过程中 你们这个小组还不是一个很完整 很充满战斗力和这种温暖的小组 应该多一点 interactivity interaction 多一点 mutual support 会更好